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中国人的生活态度 如是道 这个全是说明了 这个全是说明了什么呢 如是道对我们来讲的三教融合 变成我们一生的写照 几乎没有人例外的 几乎没有人例外 所以我们本身来讲 不管年纪多大 到了不同阶段又采取不同的思想 三教融合在一起 你知道中国本身消化佛家花了一千多年 中华文化要消化佛家 佛家思想跟我们很不一样 佛家本身完全没有现代世界的这种感觉 本身来讲是完完全全放下来的 但是在我们中国不行 我们得改写《牧连救母》 又写了什么《蓝盆余记》什么的 这些把传统文化融入在当中 所以说我们创造出佛家禅宗啊 什么各方面 所以说没有规矩 其实讲起来还是以儒家精神 所以到了寿命理学的时候 这个构成了很伟大的一个发展 思想上的发展 就中华文化加上印度文化 这是经过一千多年的消化 这大家都公认的 这个是了不起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